来来来 开动 开动我们的一团无敌 这把厄加特打野由这个哭哭跑的贼快老板火箭点拨冠名赞助 被动挂上他死了 机枪扫射一下 可惜头不是我的 相当小伙了 那基本没戏抓他们 这个东西不好搬也不好抓 打上路 这群聚没闪现呢 直接上方去开往下走 这下路两个还是没位移的脆皮 带个扫苗 给他没过来 螃蟹打野速度其实可以的 主要是这英雄有点笨不好抓了 他刷野效率还行 刷野效率的话是一个正常打野的速度 刷野效率的话是一个正常打野的速度 接着绿要不买也可以 抽个5 反正也亏不了多少钱 冰王在卖了 打个蟹腿死了 这个角度没找好 把这被动浪费了 他应该利用这个蟹腿的AOE给这个小石头全清完 他们会变得更强大 前几时他们能活下来 学个两机W 他等级低一点的时候这个蟹腿CD会比较久 等级起来就行了 螃蟹主要就是靠这个蟹腿打伤害 他百分比加双倍的攻击率伤害很高的 所以等级对着螃蟹很关键 特别是9级满级W的时候 你看我单开我都留个蟹刷完了 因为现在还没刷新 这英雄要是能再加点刷野数值的话 就完全可以当一个正常的打野来往 只要刷的够快 即便你抓人费劲一点也没事 能不能打上加蟹腿他就已经死了 他这个射程有点短 我把他当作正常远程的射程350 点半天没点到 他这手比南山还短 南山有4个5的 我感觉我这波是一个南山的射程他都死了 你说他是个远程 也不太算了 我应该位移过去 我买了鞋子吧 又再减速一下 我觉得这猴子没走这个B挺贪的他 他可能在打蛤马 你应该快升六 等一下吧 这波性就是他到六的时候 来个大他死了 现在得把他推过去 后来要卡住了 赶紧先把六级升了 赶紧先把六级升了 这波多抓忠孝 忠孝好配可 我螃蟹还不厉害 六级开始发力 九级就是他的强势器了 我们这段头距离很远 我一丝的经验就升六了 直接来笑 排个眼就到六了 挂砖头 拉回来 超越死亡的恐惧 半血 半血左右就可以挂了 不要太晚也不要太早 因为血量低的时候 他有高频这个减速 再开机箱扫射 再残攻他死了 太晚开了就没意义了 这个减速你也吃不到 所以半血左右开是最好的 这边有盐了算了 我还差点点钱主要是 又能吃到伤害又能吃到减速 还能吃到掌杀 这样你的大招水性就不会浪费 我这个被动开始慢慢快起来 每一波也都会有被动在 这样刷的就快了 好 20秒能缺些人 刚好刷一轮野的时间 大就好了 这兵女大招16秒 直接往中路出发 我可以支援他一个大 他一套伤害刚刚好 我大射程很远 我的大超过一个屏幕 包杀的 这兵女只要二到我也要二到 他只要半血二到减速他跑不了 我满GW加挺进我们就很强了 挺进减速到我们再加速 他动不了 然后这个蟹腿给他吃饱了 放着圈把蟹腿打满就好 这猴子在从他这个点的话 应该还有野着 他都没过来过 这样子一样 现在我捞后抓了呗 这波都不需要大了 完美到 空留一下 我打减速一人 你记得 分开一下吧 不错减速 已经减速了 我只要对女朋友 我就给找了 什么意思啊 装备 猫不起谁的 这Monking过来了 黑羽金台雪 无情压榨的城市 黑羽金之处 海洪明夜 陈德屋有击米 潤蚁 salah 仔细 Sharon Bucks 反正 斬意和缺乏 只是打RQ 是我最后的波纹 他这个角度给他拉过去拉的比较好 拉到塔范围内我打不了这局下 他这个傻个大第一时间队友又跟我们配合不了 他这大给对面起到一个掩护的作用了 铁板靴吧 加个黑切 这边3AD这吧 但是他这波没闪 空个蟹来 对面红刷了 我们满击W了 现在一个蟹腿10秒 之前的话你们还记得20秒 减了一半了 这开W这视野A的就不是我想要的位置 他竟然红没打他就干嘛去了 装什么呢 装什么呢 螃蟹当挑很厉害的 螃蟹这英雄主要就是奔逼了一点 但是这种贴脸尽量打不虚的 对面红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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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红刷了 撑 把黑线买了,这不没大招啊 这大招造成伤害加减速,加四分之一血,直接秒,直接斩杀的 每掉百分之一的血,提供百分之一的减速,最多百分之七十五 但你吃到百分之七十五的减速,直接大刀就可以秒他了 所以半血差不多,半血的时候减速百分之五十,可以了 这猴子没大的 科比钻头 打龙去吧 这边,中章来下了,揍了 这边,中章来下了,揍了 中章来下了,揍了 大刀 限制 蟹腿5秒冷卻又撿了一半 這卡他去上了 今天剪出吃肉 有血量直接开到 有极限索取 快点就搞 回家 再来个黑切 黑切 血手 一定要能顶得住 这护轮拉满给他打 这英雄伤害不低就是有点笨呢 他的伤害触发条件比较苛刻一点 我好硬确 等队友来包他 没二的他算了 这兵女不在这不 妈的他们下路过来了 队友都死完了 这不 感觉得打团有个人控一下 这兵女最好了 这兵女大下来 可以先给他们中了些秒 我们护甲比较高 没什么摸看 还有真伤在 十三级的小伙子 摸到就很好杀了 这兵女应该来注意 这兵女应该来注意 转头回来吧你 去把龙打了 打死 我们将从华丽中缺 进步 攻击的强大 在这兵女的小伙子 這先鋒可以丟到下廊然後我們去大輪團 我將帶你進入新的時代才會一種誕生 來個五腰分帶 這兵女先大一個 兵女殺個就慌要打 這血手看來直接被冰了 這波頂在前面吃了好多傷害 這兵女的冰雕打出來就行了 他其實可以買個金身的 大拿來定人就好 你怎麼老有這麼多小可愛喜歡把主播一把的熟練度跟人家上萬把的去比的 我一把的熟練度我都能知道這英雄這麼多的技巧 這不側面體現出主播的支持儲備量嗎 這好像我每個我都要精通絕活 每個都得玩了一萬把的熟練度一樣 你覺得可得嗎 講這種話怎麼這麼可愛的 可能是 主播的支持儲備量就是像是玩了一萬把的一樣 就讓他有這種高標準要求 大方就要對面噴就完了 轉了打蟹腿就好了 加上我們易的護盾 加上我們的高護甲 加個血手 又肉傷害又高 無敵 可以买个绿甲提升我的护盾呢 让我的护盾更高一点 我现在印一下将近一千的盾 绿甲买了一的话就一千的盾 血手两千的盾 我一波团可以一两到三下 保底 加上我接近四千的血 我感觉我有一万血 参与击杀凯旋再回血 这波有点磚啊 我想把他杀了大拖过去的 这波绿甲还没买 绿甲买了确实活下来了 确实可以这么装 没有这个绿甲少了太多盾了 再搞个龙魂来吧 我看 这波绿甲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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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这情侣了 如果要看著他們是女人 啥東西啊 人快復活了 上來不打,不要被他流 我其實這不想打的 不該管他們應該直接走的 不過還好這波不會丟什麼資源 而且還破了一個高地 那這波也不虧啊 他們沒兵線了 塔下不好打的 把這綠架買了 我應該給這個賣了 這個有點沒那麼好用 說過破劍者還加疑速加傷害 這個得買我覺得 這個就算你買了不拆塔 你打人也有效果 疊得會比較快 主要是他還加疑速 血量攻擊力全是這個螃蟹需要的 血量攻擊力全是這個螃蟹需要的 先給對面 先給對面 野區搜刮一下 野外打架比較好 真的 不然 感覺有人要來 但是傷害不一定夠 對面能來的挺快的 先給隊友PIN一下 恐惧到他们了 这恐惧救自己 我这个血手的盾好厚啊 冰雕造完应该全杀完了 出锅了这样 就是绿甲救了我一病 加治疗加护盾 我们还会螃蟹答应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是 老板火箭点拨了 还是大句话 不要问主播会不会 要问你的电费够不够啊 只要电费到位 飞客都给你干碎啊 这就是主播一把的熟练度 这把吃了挺多伤害的 五万二加七万五 最后加进二十万的上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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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